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那我們再另外來看一則新聞 因為外遇十幾年 竟然還反過來指控太太找小王 這事情發生在苗栗 有一個人妻他控訴 說丈夫在婚後 就跟認識不到一年的小三同居了 而且同居的時間長達十年 讓他決定肅請離婚 這個時候老公出來反控人妻 也外遇 還做過下題美容 那講到下題美容 這個非得先歇才有辦法講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新聞 讓我覺得還蠻玄妙 就是說整件事情 就是他們兩個結了婚 結了婚以後長達這個婚姻 大概有五十多年 後來老婆要肅請離婚 五十多年 要肅請離婚 老夫老妻了 五十四年了結婚 對 五十多年的婚姻 那這個老婆在肅請離婚的時候 他就是跟法官講說 我老公他在我婚後就出軌了 出軌了然後跟小三在一起 長達十年還同居 我覺得他已經嚴重的侵害 我的這個配偶權 而且讓我精神上非常的 就是非常多壓力 所以就要肅請離婚 沒想到這個老公一聽到 你要肅請離婚 東拉西扯 什麼都可以扯 首先他就跟這個法官講說 一副就是那種 你說我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像小朋友一樣 他就說 可是我老婆在婚後 他也有出軌啊 甚至還說我跟你講 他三個孩子 三個爸 意思是說這三個孩子 爸爸都不一樣 然後法官你不相信 你去問 你去驗DNA 這是第一個控訴 第二個控訴 連老婆的私密的事情都說 而且我跟你講 老婆她做過下體美容 那我就想說 她就覺得做過下體美容 那又怎麼樣 有違背到你的婚姻嗎 沒有 她就是要東拉西扯這樣子講 於是讓這個苗栗人氣 感到非常的受入 她覺得 第一個就是不實的舉控 所以呢 他這時候就是跟法官講說 我希望我老公呢 這個背叛我外遇這件事情 要求償四十萬 可是呢 就是說什麼下體美容 說我三個孩子 三個爸 這件事情 我要讓他這個追求 名譽的賠償 要求償三百六十萬 我覺得 如果這老婆講得對 就是說其實三個孩子 都是這個爸爸生的 這個爸爸很混蛋 對啊 很混蛋 對小孩子也很生 對不對 自己的兒子 然後去講說 那是別人的兒子 對 就為了這個傷害這個老婆 這個是很混蛋 不過請教一下這個小太 是 因為這個社會記者比較懂 因為他不是攻擊他的臉 是攻擊他的下體 下體美容 這個有什麼毅力嗎 這種就是一種 我覺得是男生一種 冠於脫罪的方式 也就是說 雖然我自己外遇 或是說我自己亂搞 搞七年三 但是為了要減輕我自己的罪孽 所以我一定要給對方 灌上一個帽子說 你還不是一樣 也是在搞七年三 對啊 否則你為什麼要去 去做什麼緊縮手術 你就是要讓人送啊 對啊 你就是一個目的 表示你就是亂來 那你亂來了 那我當然也可以亂來 所以這個就完全 但是我每次碰到的離婚官是 通常都是會指控對方 一大堆莫須有的理由 像我前幾天在看稿的時候 也看到一個 一對年輕的夫妻 那是也是老公外遇 但是後面老公指控他老婆什麼 很簡單的理由 就是說你這幾年來 技巧不好 你的床上技巧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的這個女朋友 對 每天能夠讓我上天台 這太可惡了 對 他就直接在法庭上 你就這樣講 對 那當然後面 有沒有判禮婚我還不知道 因為這官司 自己做錯了 然後還要再羞辱對方 對 他們都是在羞辱人 但我覺得那個所謂的羞辱 就是第一個 他也是要加速 反正雙方之間的裂痕 趕快讓這個婚姻結束 第二個 他也就是要 減輕至也罪孽 反正不是只有我亂來 你們也都在亂來 對 陳老師 聽說你很多學生 很優秀都做醫美的 對 很多女生 其實去做下部的這個 縮緊束 主要實在是想挽回 那個婚姻 想挽回那個男人的心 可是其實愛情這件事情 我是認為 不是在於那個寬窄的問題 是在於說 你跟他你的感覺 你看到他你的感覺 就不一樣 那什麼技術不技術 那就去找那個萬華茶店的 那個都有專門技術 有專門教你怎麼技術 真的嗎 怎麼喊怎麼叫 真的嗎 對 他們都有 妳有研究到這個 對 他們有訓練 又喊 還要喊怎麼叫 要從那又會叫 要會笑 本來真的要給很多女生 要會笑 要會笑 老師 我 妳是建中中文老師 這個 這個 老師生動活潑 從古代就到現在都有 古代的深宮院都有教 那個媽媽都有教怎麼樣 怎麼樣叫 怎麼樣笑 對 還有重點就這兩個 真的 好 那這個我們的氣智 他也感同身受 他是說夫妻做不成 其實有必要這樣對待一個人嗎 有必要攻擊對方嗎 黃醫師有什麼感受嗎 我是那個最會被懷疑 攻擊前夫的人嗎 不是 你們那個是 你們那個是離婚的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夫妻之間的互相攻擊 會不會拿到檯面上來 其實是會有很多的曲折 比如說剛剛在講法 他們是在法院裡面 法庭就吵 也以我自己的個人經驗來講 我覺得你在法庭上真的 不管你是告訴人還是被告 你光是看那個壯紙 或者是在出庭的時候 聽到對方那個攻擊你的 那種抹黑的語言 你沒有中風 都是老天爺有好用 因為你 因為就像你這個太太 他聽到說自己生了小孩 三個爸爸是不同 是不同的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內心的那種 是當場被羞辱 不過我覺得這邊 有點牽涉到就是說 是不是檢察官或是法官 對於夫妻之間 在法庭上的各種攻防 其實他們不是太在意 就你當事人可能很在意 可是你到法律上的時候 法律的裁判者 他會覺得這個是應該來 來騷擾我的事情嗎 你自己不會想開嗎 這有一點是這個意味 不過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年 結婚的對數是十二萬多對 我們一年的離婚對數 現在是五萬多對 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幾 對 將近一半 那有一些是協議離婚 有一些是這個裁判離婚 那在裁判離婚 我相信在法庭上 彼此難免要攻防 那攻防 你為了 你為了達到那個目標 一定是要講一些 提一些證據 講一些難聽話 對不對 那可以請教一下 黃醫師 就是說你們在跟前夫 在法庭上 你剛剛講說 那個聽了真的會中風 有沒有例子 有啊 我自己覺得很覺得說 很無奈的例子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珠寶官司案件 比如說我自己覺得 我就是人家名媒正娶 取經去當老婆 當媳婦的不是嗎 可是當我離婚之後 我說那個訂婚 鑽件是我的 應該要給我才對 那結果我們到法庭上 講的時候 對方是可以請出 我前婆婆 然後我前婆婆可以說 那個是借我戴的 就說其實那不是什麼 大的貴重的東西 不過是一個 一克拉的傳記 那我去就是說 我覺得這東西是我的 所以你不應該扣留 我覺得我也只是 主張我的權利 那你可以為了就是說 不讓就是我們得到 或說你自己有什麼怨恨 你可以不按照事實講 其實這個在法庭上 非常的普遍 對 是 那你回去有量血壓嗎 我還沒有中風啦 應該是 你看真的是打官司 都打到就是跟錢沒關係 一克拉多少錢呢 他請律師要多少錢呢 你知道嗎 出庭要多少次呢 都是錢 那個出庭的錢 那個戒指就有了 你知道嗎 了解 真的是 這個陳老師這邊 有要告訴大家一個故事 是夫妻做不成 可是他們早是對待彼此 我講這故事之前 我要特別提醒 閨蜜 閨蜜 我有朋友他們是閨蜜 A女 B女 那A女要是 非常好的朋友 對 是閨蜜喔 所以A女要去美國探親 就請B女來照顧她先生 她先生是一個很有名的 學者作家 然後回來之後 我們講你們兩個是閨蜜耶 回來之後兩個人吵架 還差點打架 為什麼 原來照顧到床上去了 那你不是這樣 我不是叫她照顧她嗎 不是 只照顧 所以我跟你講 什麼都可以照顧 就可以不能照顧你的先生 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說你要 鳳姨你要出國 你叫你的好朋友 兄弟 來照顧你太太 拜託喔 那個日久申請 那個近距離的體溫 比那個遠距離的影響很大 你知道嗎 所以就閨蜜就變成仇人了 所以A女叫B女來照顧她先生 是叫她打掃地 倒垃圾 買菜 煮飯 你說先生 眼睛不好 對 眼睛比較不好 可是眼睛不好 可是人看得很清楚 還是可以到床上去 所以要補身體 吃油氣補眼睛 沒有 他都沒有油氣 都沒有油氣 都已經中年了 事情發生他們幾歲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那他老婆叫他叫閨蜜 來照顧他先生 要照顧什麼 就是說有空到我家 來看看我先生 陪陪我先生講話 那眼睛不太好 如果他要拿什麼東西 要看書 因為他是學者 有名的學者作家 對 那就可以幫忙看 找書或是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找書 會找到床上去 就是啊 所以我跟妳講 這種事情就是不能 妳對小袋講 不要一直對我講 就是不能啦 說中了 什麼事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